繼續大運會系列 為了方便觀眾前去大運會的主場館 當局買了400部單車 免費租給市民和遊客 大運會主場館和最近的地鐵站 有大約一公里的路程 行路的話要大約25分鐘 烈日當空下行路 不少人都大汗搭細汗 幸好有它 龍江區城管局和龍城街道辦 買了400部單車 由現在到今個月31日 免費租給市民和遊客 只要介乎16到60歲 身高在145厘米以上 憑身份證明文件 就可以給500元人民幣按金租車 市民和遊客可以在龍江區 9個6度服務站租車 然後在當晚8點前 在任何一個服務站還車 深圳當局說大運會設立出租單車 是為了測試措施的成效 在大運會結束之後 有可能擴大視點範圍和規模 為了令更多人可以租到單車 當局除了規定要即日還車之外 亦都刻意不提供單車鎖 如果遲了的話 就要給每日30元人民幣的服務費 無線電視機者劉俊安在深圳部